大家好 肉是大多数家庭餐桌上不能缺少的菜 尤其是猪肉 一直以来都备受我们的喜爱 俗话说 白菜独有白菜好 猪肉唯有猪肉香 红烧肉 回锅肉 糖醋里集 这些硬菜哪一道能少得了猪肉呢 这段时间猪肉的平均价格就一路的下降 又回到了一字头的时代 更是点燃了大家吃的热情 吃肉的全体是要吃到新鲜优质的肉 今天这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 以下两种肉不能吃 看完别再乱买了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首先第一种就是猪脖子肉 猪脖子肉又被称为雪薄肉 槽头肉 由于涂在猪的时候都是从猪的颈薄部位开始放血的 所以猪颈这块肉会有淤血 因此被称为雪薄肉 槽头肉 雪薄肉这个部分呢 都含有大量的淫巴结脂肪瘤等等 看一下就是这种像肥肉一样的东西 还能够看到一些血管部位 另外饲养猪的时候 为了预防疾病也会定期给猪打针 各种激素药物都是从猪脖子的地方打进去的 所以猪脖子肉再便宜也不要买 也不建议大家使用 应该如何分辨雪薄肉 看猪肉的外观 槽头肉的肥肉和瘦肉相互包裹 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 肉的颜色看上去呢 要比其他部位的发白 第二是摸一摸这个肉的手感 用手捏一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一颗颗的颗粒感 这种颗粒感就是当中 有很多的淋巴结和脂肪瘤造成的 再来看价格 一般雪薄肉也就是槽头肉 比一般的猪肉价格要很低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涂便宜 购买猪肉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超市里购买 第二种就是不要购买不新鲜的猪肉 不新鲜的猪肉不仅有一味 肉质营养水分都不如新鲜的好 买的时候应该如何分辨 新鲜的和不新鲜的肉呢 第一要来看一看肉质的颜色 像新鲜的猪肉 肉质的颜色一般是像这样 瘦肉呈现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用手摸上去呢 是一种油润感 不新鲜的猪肉就一对比就能够发现 肉质的颜色整体都会比较暗淡一些 肥肉的部分呢新鲜的猪肉 肥肉部分是呈现乳白色 不新鲜的猪肉肥肉部分的颜色相对比较暗淡一些 这样子一看就很明显啦 肉眼上看到有区别 但是也还是要凑进来闻一闻 新鲜的猪肉气味呢 是用淡淡的肉腥味 不新鲜的猪肉则有一些难闻的异味酸味等等 一旦碰到这样的猪肉再便宜也不要买哦 最后也可以下手感受一下这个肉质的弹性 如果像这样按下去 弹性好能够迅速的恢复原状 就是新鲜的肉啦 如果像有的肉按下去呢 湿大大的有可能是打勾水的猪肉 或者说按下去软绵绵的 肉质不会迅速的恢复原状的话呢 这样也是不新鲜的猪肉啦 以上的视频就是为了提醒大家 买猪肉的时候呢 不要买到血薄肉 槽头肉 也不要因为贪便宜 而去购买一些不新鲜 已经变质的猪肉 要吃就吃新鲜优质的 这样子对身体才更好 看完视频的您是不是觉得很长知识呢 快转发分享出去 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